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颜料长着落腮虎的秃头叔叔被礼貌地请了出来 这已经是他第十次被官方展览拒绝了 他对着刚刚合上的门叹了一口气 哎 然后垂头丧气地推着落满了画的小推车走远了 这位落选的秃头叔叔正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艺术家赛尚 他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巴黎 那可是法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中心 所有有理想有担当的艺术家都会跑到那去 时刻准备着大显身手 但这时的艺术家 他们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 他们可以画照片了 省着他们老邪魔特洞 这回照片里的人一动不动了 画家这回可就能使劲地画了 但不幸的是 照相机都有了 那还要你画家干嘛 以前的画家都是以画的像为最高标准 但这时半路杀出个照相机 谁能比照相机画得像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机 画家们也纷纷地组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和照相机死壳到底 另一派则主张不跟照相机较劲 和照相机死壳到底的那一派 正是当时的名门正派 学院派 他们发现照相机有两大问题 一个是像素太低 照片很模糊 另外就是 由于技术的限制 他们还只能照出 没有颜色的黑白照片 因此 学院派们就画得特别特别的精细 决心要和照相机硬碰硬 要比照相机画得还逼真 而另一派 不跟照相机较劲的这一派 则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旁门左道 就是现在众人皆知的印象派 他们觉得 模糊不是缺点 颜色才是 那我就专攻你照相机 没颜色 于是这帮性格迥异的追光少年们 就发了疯似的研究光与色 除了光色 再没有其他别的什么东西 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 但是 我们的艺术家赛尚觉得 他们说的都不全对 印象派画得太肤浅了 只追求颜色的表面了 而学院派的传统 灰暗的酱油调子 又十分的单调压抑 所以 赛尚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将印象派和学院派的长处 捏合到了一起 他一方面积极地去 卢浮宫临摹传统艺术 学习前辈大师的素描技法 让自己的画变得坚实 有力 另一方面 他又经常 与印象派画家们 一起出去画写生 希望自己的画面 色彩变得更明亮 于是 曾经暗黑系的画家 赛上 画面就变得 粉嫩明亮了起来 你看 他第一幅 印象主义的画作 吊死鬼小屋 画里那活泼碎碎的小笔触 和丰富明亮的颜色 这都得寓意 一起和印象派画家 出去画写生 但赛上之所以 最终能赢得这场人机大战 最关键的 还是他找到了照相机 最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 照相机只能从 一个视角看东西 其实人们实际的观看方式 并不是这样 科学也证明了 人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眼珠是无时无刻不再转动的 而不是像照相机那样 直勾勾地盯着某个东西不动 那样就会显得傻傻的 像个机器 所以你看 赛上特别喜欢把 不同视角下 观察到的景物 捏合在一起 比如 镜物画 在画面里 你会发现 桌面是从上往下看的 水果盘和杯口 却是平视看的 桌角也不知道 从哪个角度看的 总之 它看起来都快翻了 好像下一秒 苹果就要 稀里哗啦地 从桌面上滚下去一样 在那个没有PS的时代 照相机是绝对拍不出 在一张画面上 同时拥有那么多角度的照片 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 简直让当时的绘画界 为之一惊 什么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赛上就是靠着 把不同视角下 观察到的景物 绵合到一起 从而得到了 现代艺术之父 这个名号 从此 艺术家不仅仅 只能表现自然 还能表现自己 最后 卡拉爽想告诉你 人 要是想战胜机器 就一定得做一点 只有人才能干的事 比如创造力 比如个性 那你觉得 还有什么呢 可以写在 赛上的这张 艺术能量卡的背面哦 好了 今天我们的旅途 就到这里 下一次 我们的方舟 将飞到 19世纪末的英国 去看看 那儿有一位艺术家 是如何让设计 也成为艺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